我们谈谈半身股支付2390 因为现在开市前高开14% 接下来5月25日公布第一季度的财务报告 有个投资者叫PaPa 他说你怎样看它的前景?是否刚开车呢? 其实这个股份本身是中概股 它在美国已经上市一段日子 所以不只是单靠看港股就可以了 你不跟其他IPO股份的时候 它没有其他市场的背景给你参考 而这一只股份是有的时候 所以它的股价表现其实也不应期望 像之前IPO股份有这么大的爆发力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是极其量 有机会可以逐步去到之前的稍为合理的水平 可能大概是$25至$26 如果对应$23的时候 相对上潜在升幅都有大概是一胜松一点 我觉得现价都是可以去买入 但始终要留意 它近日的股价表现 其实都是跟港股的走势是差不多的 万一恒指又再跌回 可能会失手$19,800的时候 它的股价是有机会会下跌到$22以下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说谈慎一些投资者 可以考虑一个分注的形式 譬如现在现价23元左右不注 如果你看到跌穿了$22 可以看看有没有机会 是靠近$21这些位置的时候才考虑加注 好啊 请订阅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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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订阅一下